刀起刀落带领上独门酱汁 鲜嫩的去骨鵝肉完成了 新北市土城的这家鵝肉店 以美味及葡萄价位 成为在地住户的私房餐厅 是因为今年连续获得 米其林逼比登推荐 即便过了用餐时刻 还是高棚买座 高雄 朋友带我们来说这家很有名 多汁又还蛮软嫩的 有点刚好吃不完的感觉 会剩下一点点都需要打包带走 烟熏香气扑鼻 不沾酱料也完全没有腥味 让老饕们大呼过瘾 另外店内还有不少铜板小吃 像是一清蒸代替水煮的鹅米鞋 一大块只要45元 绝对超过一人份的麻辣鞋 100元油爪 饿蒸 饿干 饿腥 样样卤到超入味 同样每份不用100元 而在隔壁的新北市板桥 也有铜板好滋味 刮板划两下 光是肠粉鲜嫩出炉 这份鲜虾鲜肉蛋 有四只虾子 还有不少猪肉 只要一张百元钞票 一吃就觉得很好吃 我觉得他们的虾子很新鲜 然后又很大颗 抖音上面看到的 多Q它不会到很Q 就是你也比较好入口 长粉口味近多达37种 老板娘坚持 每天用线磨米浆制作 就为了确保口感软面滑嫩 在广东有待过几年 当初接触到这个的时候 就觉得说 用蒸的口感就是很清爽 又不会说很油腻 在广东那边都是早餐嘛 五家飞掌的时代 吃饭也有讲求CP值 在地人推荐铜板美食 果然让人惊艳 记者与盛行曹文宁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